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金 我们今天也是蓝山散步的第三期 这期之后蓝山散步就结束了 然后我会带大家去蓝山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叫天龙寺观看枫叶 非常的漂亮 希望大家能跟随我的镜头 这个枫叶真的好漂亮 我这期视频也是用我的苹果手机录制的 然后没有滤镜 我的右手边就是周恩来总理的纪念碑 不过今天就不过去了 之前夏天蓝山的视频有录到过 感兴趣的可以去翻一下看一下 我现在再往山顶的眺望台爬 可能需要走路10分钟左右 爬山10分钟左右 这旁边是餐厅 但是很久以前就是已经是荒废了 不营业了 我刚来日本第一次来蓝山的时候 六七年前这里已经就是没有营业的了 蓝 黄 绿 红 红 四种颜色 非常的美 这蓝山里面有很多野生的猴子 经常会看到一些牌子提醒你注意野生猴子 秋天的蓝山是最美的 这也没有人了 大家看他这房子还是挺古老的 是那种顶棚比较尖尖的那种 三百六十度 环固宇宙 三百六十度 环固宇宙 一大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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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 这是休息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蓝山的话 枫叶还有樱花都是非常的多的 夏天在这里也可以避暑 因为我这个地方 从下面需要往上爬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游客并不是很多 像很多旅游景点 要远的一些人多的地方 就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景色 就有标志牌 往上走还有160米左右 好 就那么绝对呀 就那么绝对呀 中文所以我们一起酷过 就那么绝对呀 我做完整地点 要因此 后面挣一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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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女生应该是东南亚的 刚才听她们说话听不懂 从上面留下来的小说 然后我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然后蓝山系列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请到这里 到處看得多久 再注意 到處在密切成 始終終中 這番是非常其妙的 太陽 是在裡有很多積極的 但是不容易 不太長 在幾年 很厲害 在一起 被吞了 還是 是我 是 我以為整個屑内的ith上伸都間一定有 empathy 初步 op 3 次 е 左邊 è 左邊 四周里の肘高零аль是一桶 是很大ヶ月に開場 一片上朝 Attack 在家裡的地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今天要求你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想說 你哪有什麼 我只是想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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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